嘿 大家好 我是在不早點睡 就要禿不頭的水塔 我想要分享一下 新竹啊 我週末有空的時候會跑這點 新竹已經被笑是這個美食沙漠了嘛 騎車不能也是沙漠啊對不對 所以我會找到這個點 其實也是 歪打正找啦 因為我蠻喜歡爬蟲類啊 多露植物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我就有一天逛社團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在送台灣班櫃的資料夾 然後那好像是 台北市立動物園出的一個紀念品嘛 然後就好像也買不太到 我想說他用送的 然後我就掙扎一下下去 因為他是在律師借送 然後我從我學校騎過去要半小時 我就有點掙扎 沒想到就是這個契機 讓我發現這個點 我就覺得哎呦 這個山路騎起來蠻好玩的哦 然後我就 自己先騎過一遍嘛 然後後來我跟我 那個 雲豹23 車友一起騎過 不過那一趟一起騎的時候 我運動相機壞掉了 他的那個電池撲起來 就 沒有錄到 影像素材 就只有 到那個定點的時候用手機稍微錄一下 因為我們騎過去的時候就騎各自的車 然後回程的時候我們就交換騎 我就發現 這個舒適啊 跟這個性能真的是有點互製了兩個取向 因為像我朋友他就是 他就是改外觀帥的啦 然後他平常自己又有另外一台 在蘇克達當 通勤車 或是下雨的時候他就會騎 蘇克達這樣 那這個 他的避震器啊 後避震就是那種 行程很長 然後又很軟 沒有什麼阻擬感啊 他接上他的那個輪胎 胎壓可能設定的 就他可能胎壓沒有在顧 就有點小翻胎啦 然後他過彎的時候 我 和其他的車 過彎的時候我就很沒信心 因為他那個胎塊有點翻胎的時候 他那個胎塊在滾動 就不會連續的貼著地面 往前進嘛 我就感覺到他那個小 小小的那種起伏 那個小碎洞 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你很沒信心 然後他的那個避震在 進彎跟開油的時候就是 都會晃來晃去 就蠻有點可怕 就真的跟那個機車評測 講的一樣 就是跟船一樣晃來晃去 就真的是很難形容 就是你如果真的遇到那種情況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哦原來是這樣 然後真的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啊 就騎過之後我才知道 老闆幫我說一定的時候 真的很好騎啊 對 因為我是從原廠車 然後就丟給老闆改 然後就自己沒有踩過坑 然後我就不知道 那台車好騎的程度在哪裡 好啦也可能是因為 老闆知道我會這樣騎 所以他就幫我這樣設定 那像我朋友他可能 按照他那個騎法 他也會覺得 哦不會啊 蠻好騎的 改車就是這樣嘛 把每輛原廠車 改成符合你設定的 符合你騎乘習慣的模樣嘛 對不對 這就是無論對錯 像我朋友就喜歡改外觀 那就 對對 那個就是符合他的 騎乘方式 那像我會把他當作 通勤車跟跑山用的話 那就是 要符合這個方面的需求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要講到爛掉 就是愛將這個23檔 真是落差有點大 不過我在除細葉的時候 有看到時光膠囊有發文 他說 6檔套件已經debug結束了 所以這個 有想要入手愛將的新車友 或是你是 有想要改引擎的愛將車友 可能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 我記得他好像有說 如果 人數夠多的話 有機會可以再開第二團 因為他現在第一團的團購已經結束了嘛 幸好我上車 然後勒 這段山路 單程大概10分鐘 就是你從那個 我的起算點是從 這個7-11 保簽門市開始算 然後我的終點是大概到 北埔老街那一塊 就是很精確的點 我一點講不太出來 反正就是看到一堆民宅 然後 要左轉的地方 就是到 到終點 當然你也可以再繼續往前騎 騎到 到那個綠四街那邊 對 可是我通常到 北埔那邊我就會停下來 因為那邊有全家嘛 你可以在那邊坐在那邊喝個涼的 然後再回頭 很舒服啊 這個長度 我就覺得是 就是有騎到車 然後又不會太累 又不會短到沒有FU 就很舒服的一個長度 從我學校騎到那邊 大概是30分鐘 來回就一個小時 很快 可是又感覺有騎到車 這種感覺就很剛好 又不會浪費你太多時間 我最近 有去改那個 TM26MJM 有心 小紅頭 那就等我開學的時候再去攻略一下 這個 獨騎 跟這個車友一起騎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樂趣 不過跟車友一起騎車就是 蠻吃那個騎車風格 是不是有相近 像我去年7月的時候 有跟一團那個重車團 星期四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一個星期四的晚上 我剛下 也不能說剛下班 我下班 然後吃完飯 然後懶懶躺在沙發 然後看到訊息說 9點還是10點 市里那邊集合 然後我就傻傻的就去了 完全不知道在那邊騎重車 超可怕 然後就是上陽晶 然後下外木山 然後最後我就覺得 哇這個旅程實在是太累了 我就決定拖隊 我就切 繞小路 切陽明山回家 因為我看Google Map 如果是走北海岸回去的話 大概要一個小時多一點 我覺得有點太久了 那個時候好像已經1點 還是1點多嗎 還是2點多 我就覺得有點太久了 但是跟豐子一樣的行程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排氣量 跟年代科技的差距就是擺在那邊 好不好 不能太太強求 畢竟 愛將本身出場的時候就不是一台 競技運動車款 就是不要太操勞他好不好 就是讓他符合我的這個 騎乘風格就OK了 這個跑山不是不行 可是像他們那樣跑山是不太行 因為我感覺 我想一下 我在陽晶上面這樣騎 應該 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很熟 所以我大概就670再騎 然後他們還可以這樣把我海放的話 感覺他們過彎速度應該是 我不知道 890之類吧 咻咻咻就不見了 然後 我到那個 中途休息 就是大家約好的定點 要休息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在那邊 下車在那邊抽煙 就他們都已經在那邊抽煙 然後我就三三來遲 騎著我的老愛將這樣 噗噗噗噗噗 這樣過去 我就心想 啊 好累哦 所以我就 再也沒有去過 never 不過跟他們去就是 那一趟也不能說經驗不好 就是 認知到說這個 車種的差距不要太大好不好 這個 嗯 復古老車還是 還是有他自己的圈子的 好啦 那我們 下支影片見 祝大家這個 新年快樂 然後吃飯 這個節制一下 我們不求 不求瘦身 我們只求體重要Hold住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不